三支国中力推国际教育除了有一位偏乡英语教师与周边学校轮流驻校之外 日前也带领20位的学生前往日本长期男生中学参访 而近来又有来自美国犹他州的高中学生到访三支国中 透过双方准备的精彩表演互动 双方的学生都感受到彼此国家的文化特色与魅力 这个时间点尤其是当努力刚过 对我们台湾来讲这也是一个算是国际教育交流的一个起点 那我们很开心能够邀请到美国的友人大家一起来到台湾 那我们台湾也很愿意尤其是我们三支国中 也很愿意跟国际的友人大家一起做朋友 三支国中感谢永平高中的沈美华校长帮忙 也谢谢台湾国际青少年交流协会的促成 让三支国中的学生能与国际友人做朋友 而在这次的交流活动中 三支国中准备了比赛成绩优异的大国队演出 而美国高中生则是带来有趣的舞蹈表演 双方都对彼此的演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是我们三支区的大拜拜 是我们祈福的日子 所以大家如果在街上看到非常热闹 那是大家希望能够祈求我妈祖的保佑 欢迎各位从美国犹他州来我们三支 三支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有山有海有好吃的农产品 代表三支区的乡亲欢迎大家 而区长也出席活动欢迎美国犹他州高中生的到来 期许透过难得的国际交流 增进偏乡学子的双语能力 并且也期待来自美国的高中生 能够体验台湾短五节的传统文化 并深度的走访三支 感受到三支的好山好水好特产 与宾至如归的感觉 介绍品函三支采访报道